2021年8月26日,NRA女王,新舰队的指挥官,传导,而Anna Velasquez,译者,扬声传导。 我是新地球理事会大理事会的NRA女王,我最近刚刚成为星际联盟的领导理事会,这是一个新的联盟,旨在帮助不同文明之间和平共处。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禁止黑暗势力穿越联盟领土,意图攻击不想参与战争活动的行星。 许多不同的种族加入了我们,因为他们希望生活在一个非暴力的环境中,而不会受到爬虫人、猎户座、阿努纳奇和其他存有的持续威胁,这些人以他人的痛苦和不幸来摧毁并茁壮成长。 黑暗势力喜欢伏击文明,意图摧毁行星、星系和宇宙。 如果加入联盟的每个人受到负面实体的攻击,他们都会得到保护和帮助。 每个国家都通过增加技术、部队等为行星星际联盟做出贡献。 此外,为新舰队选择了一名指挥官,他的名字会在下一则宇宙传导消息中公布。 我一直很忙于我的新职责,我没有忘记我在新地球理事会的任务。 我一直在不断地更换地面部队,因为他们没有完成他们推出NASARA,JASARA,QFS,RE等的职责。 他们不断找一百万个借口拖延过渡。 我向那些传播爱与光,帮助拯救儿童和妇女并把自己置于前线以将你们的三地现实转变为新地球的人表示感谢。 那些在启动新的金融系统,向人类重新分配财富并试图伤害无辜灵魂的过程中不断制造障碍的人,将被从你们的星球上移除,并站在最初造物主或至上的父神面前面对正义。 无论如何,这些变化都会取得成果,这是神的计划。 我,安尔女王,准备好看到你们的世界繁荣昌盛,摆脱灌输和思想操纵。 对人类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你们快到重点了。 请继续通过冥想提高你们的振动,保持在三地能量之上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一刻,盖亚母亲正在发生蜕变。 谢谢宇宙管道,请活在当下。 安尔女王 2021年8月26日,Neo,你们想要的一切都在当下,传导Judas,一者,扬声传导。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是一的神圣本质,但你们感知到这种二元性,刚你们意识到内在的爱的深度时,闭上你们的眼睛,成为一。 保持寂静并去感觉,你们的身体正在反映你们的潜意识,所以让情绪出现,让能量通过你们的身体,深呼吸,然后放手。 现在,你们想要什么呢?你们能找到一个词来描述你们想要什么吗?是和平吗?是爱吗? 当你们闭上眼睛时,在感觉中成为那个词,坚持下去,直到你们感到幸福,你们是你们生命的创造者。 这个醒住的梦是你们自己的振动本质的活生生的反应,最终你们会明白这一点,但在这个发现之前,意识被激发,一个人的振动频率开始与其他人的意识水平平行。 不和谐的感觉通常会让你们感到分离和孤独,因为你们只了解你们自己的感知。 当你们带着分离的感觉前进并充分探索它时,你们最终会发现没有什么可以分离的真相。 因为你们在感知中的所有体验都是自我创造的,每个人都在创造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对他人的看法和世界舞台,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是对的,而另一个人是错的。 但当一个人真正觉醒时,就会知道这些都无关紧要,这一切都不会持续太久,你们正在创造和对抗心灵的幻觉,有了理解力,被感知最差的人就可以停下来,坐下来,走进去,找到自己并认识上帝。 这会发生在地球上吗?不幸的是它不会,因为虚假的小我会摧毁自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获胜,你们必须是真理,你们必须找到只有光的地方,随住战斗的进行,随住谎言在主流媒体上制造,请遵循这一点。 随住人类努力在每个可用的论坛上竞争,现在,去呼吸,去成为,你们是伟大的艺术家,你们是灵魂,当你们的身体准备退出舞台时,你们的灵魂正在执行任务,我们给你们的信息已经变得更多关于灵魂,而不是你们能找到的任何让你们分心的东西。 在这些时刻,我们为你们提供的最大智慧是,通过感恩冥想和想象你们想要看到的世界来创造未来的自己,你们明白,这个新地球,辉煌和红颜的绚丽色彩,颜色和光传书的上升水晶,遥远天使的歌声,来自航空舰队的音乐和问候,动物们知道快乐的聚会, 一眨眼的瞬间,你们的身体是新的,你们是自由的,你们明白,这个大觉醒,这人类的转变,在那里你们记得合一和对一切的爱,你们的梦想成真了,明白只存在当下,所以,你们想要的一切都在当下, 我们知道这很难理解,但要在永恒中意识到它已经是了,思考这些事情,感受它们,认识它们,很快我们就合而为一了, 我是如此的爱你们